歡迎收看 來自新鮮市 我是口紅康 好 愛乾淨呢 但是一天洗八次澡的女神 你看過嗎 好了 怕外面的骯髒 帶進房間 所以堅持要跟 在客廳 沙發上跟男友炒飯 好 這不是嫌男友髒嗎 還有書桌上的紙筆呢 都要擺直角不能亂擺 這些人是有奇特的堅持呢 還是他們折扇故事呢 還是他們有強迫症呢 還是他們瘋了 來 今天我們好好研究一下 歡迎心理醫師楊聰康 來 楊聰康 新鮮大家安格斯 歡迎十二位新鮮代表 嗨 來 請換楊成君來 宣傳你的新鮮題 來 是 哈囉 大家好 我小哥楊成君 青春白日夢一滴送給康哥 是...對 青春白日夢 有情茶 有四首歌 很好 對 嘆喜 那你要不要再唱兩句了 可以啊 那我們有一首歌是朋友的歌 叫做有情茶 希望可以在今年有一個新的 這個朋友的歌 可以讓大家在畢業季可以聽到 這樣 是 不能再唱離歌了 沒錯 這首歌可以送給大家 請 你是我的榜樣 讓我學習你的開朗與堅強 遇到挫折不悲傷 力定方向不徬徨 我想有你在我身旁 我的夢想早晚會大放光芒 讓我請你喝杯茶 喝一杯淡淡回香的有情茶 有情茶送給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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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坐 這應該是夜店 夜店給他靈感寫出來 怎麼唱夜店 他們不是唱有情茶嗎 有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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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對啊 在那邊跳得很開心 我進來有情茶 我們走很輕鬆的路線 對 你這樣講就好記了 有情茶 對 好的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強迫症 那先請問楊醫師 強迫症他們有一些 哪一些典型的行為模式 其實強迫症是有兩大部分組 是 一個是 你會有一隻 揮之不去的念頭 比如說 我如果是一個強迫症患者 我現在坐在這邊 我會一直覺得這個 這個剛剛人家做的 這個很髒 那你現在一直看著我 我就忍不住 其實一直很想 站起來把它擦乾淨 是喔 所以第一個是 揮之不去的念頭 是 所以我已經起來了 接著配合強迫症的行為 我就開始擦 擦擦 但是我擦完我又坐下去 我又覺得 還是很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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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幫我擦過了 不行 我還是要擦 擦了我才會減輕那個焦慮 其實這樣講起來 有強迫症其實是滿不舒服的 但典型的強迫症 比較常見的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出了門了 突然就開始想 我剛剛門有沒有鎖 我剛剛 對 老師有沒有關 這不是健忘症 第一次的時候 你可能會考慮你是不是健忘 你會太忙了 對 可是你回去關喔 你回去關了 就開始又走出門了 這一次已經要 車子要來了 要上去的時候又在想 我真的關了嗎 我有關緊嗎 確定嗎 確定嗎 又跑回去 又打開 又關一次 這樣是一直反反覆覆 讓他比如說 該來錄影的 沒辦法好好錄影 然後呢 該上班的 該上學的 沒辦法好好 所以這個人最後就被開啟了 對啊 一定沒有去上班對不對 真的 他可以 一天可以 花好幾個鐘頭 在這方面 你們會形容好無聊 很離譜的情況 但是對當事人來講 他不做不行 其實有強迫的人 他們就有一些別人 外人看起來很奇怪的行為 像貝克漢 貝克漢它就是物品都要成對 而且要擺成直線 你們跟我很像 你現在是說長相很像 就順順抓好 我連貝克漢以後都不想看到 還有一些人 就是他會檢查那個冰箱裡面 飲料素 是不是雙素 雙素 衣服是為雙素 還有一些人呢 也有一些怪異的 就是他聽音樂 他的音量是不是雙素 你現在訪問貝克漢了嗎 是的 不是 不是 我留在汗 那為什麼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從以前我就覺得 因為可能比較傳統的 中國人 我比較喜歡雙素 2 6 8 因為4我會跳過嘛 所以我上 我以前就開車啊 開車不是會那個音量嗎 對 音量就是1 2 3 但越大就越大聲嘛 對 可是我就轉 我就一定是轉8 不然就10 就12 對 就不會他是停在7或是11 我就覺得很難 你這樣打麻將會出問題耶 打麻將是258耶 對啊 我不聽有沒有 258我不聽 我現在那種調整數字 我會有這種 你就像我看電視 對 那個 27 怎麼27啊 我老婆25 怎麼25 26 我們看一下新聞台 五叔 不要26 好神經病喔 對 可是我只對這件事情而已 其他的就還好 哪有 所以雙素 生活上很多有雙素的 你們可以跟一些症狀來 加個名詞嗎 它這個就是叫雙素強迫症 是 有的人啊 還不一樣 有的人呢 還會專門挑極力數字的 比如說 有人就專門覺得手髒 他去洗手 洗手還要數33下 這個有點嚴重 這有一個 太誇張了吧 選選 她說她洗完手一定要甩10下 因為我很喜歡雙素 你也甩10下 對 一定要甩10下 才會乾淨 才會覺得有甩乾 不能12下 洗就一定要10下 12下太乾 太乾 9下太濕了 9下有點濕 對 一起 就幹嘛10下 你站起來甩10下 一起甩會死 不要來這樣很像中風 不會 我們看一下 來 洗完手 甩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然後這邊甩10下 這樣就不會左右攀大了 同時甩 健典等到有卡丁生氣 症也會這樣 對 很嚴重 那我們這邊也有一個強迫症 這個強迫症我最近發現 這個強迫症我最近發現 白癡 髮片強迫症 他很久了 對 因為這樣好了 我現在是頭髮的 那這個是爽在哪裡 就會感覺比較年輕一點 哪裡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控制起來輕輕 可是他現在還好 他以前全遮 他現在有肉三面七 一半 對 對 我現在可以這樣子 他還是不能壓 所以你還是 這樣子你還是很痛苦就對了 棚內盡量不要 我跟你講他錄影 你去摸他頭髮要瘋掉 他會生氣 不會 我現在比較 我現在的情緒空管比較好 穩定一點 來囉 沒有必要 要什麼 你站起來我摸不到 站起來一樣 好 成圈我吧 成圈我 這個你也有一點另外的怪異 你看人家女孩子先看腳趾 真的假的 因為我覺得從細小地方 可以看出這個女生 愛不愛乾淨 Mono你明明是 對性有高度興趣 你從翻歷史 哪一個人對小指 就是跟性有 不是 我說從鞋子 從鞋子 從這個你還看不出來嗎 沒有 這個性欲有多強 你知道嗎 來 對不起 你看一下我們這個男性朋友 是 我最近腳很爛 你要不要先叫騎人車回去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小蠻也會比較 小蠻 小蠻的不錯 不錯喔 很乾淨 可是應該房間是很亂的樣子 怎麼看得出來 怎麼看得出來 兩個都算愛乾淨的女生 是 藝人都滿乾淨的啦 所以哪有 你老婆都說你房間都不整理 哪有 我房間乾淨都要要命 那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那麼喜歡 帶沐浴乳啊 吸收乳啊 你有習慣性 讓自己身上保持著 油油的 像我出國我買最多就是 譬如說我去泰國 我買最多就是他們洗髮精 洗髮精 沐浴乳 還有潤膚乳 香水的 我這類的 飯店的咧 你也會拿 飯店會拿啦 那叫貪小便 他比較強 厚症啊 你為什麼特別 你不喜歡肥皂 我不喜歡肥皂 我喜歡那種香菁香香的味道 像我車上裡面 就有很多那種 就是沐浴乳那些東西 因為我如果運動完 你車上擺沐浴乳 為什麼 會爆炸 對啊 如果我去運動的話 譬如說我們現在運動中心 他有削弱 我可以用自己的 我不喜歡用別人 我喜歡用自己的 隨時可以削弱 然後乳液也是 到處都是乳液這樣 燕君身上散發的 強烈的自戀性 是不是 都很自戀嘛 所以什麼東西 一定要自己的 要多的 要弄得平男的樣子 從剛剛講的頭髮 就開始現成那種特質 從髮片就知道他自戀了 對 沒有 每個人的喜好不一樣 然後還有一個男生 這詭異的 是 他沒有護唇膏他會死掉 我承認 我不能有護唇膏 不知道耶 我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這樣 會去填嘴唇 是 所以你嘴唇一乾的時候 我就會很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會帶護唇膏 我寧願喔 沒有帶手機出門沒關係 可是不能沒有護唇膏 你可能要回去問你娘 你小時候是不是太早斷了 口運起不太滿 像我現在也 我都還是使用攜帶 護唇膏才有安全感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我就是一定會去商店買 所以我家裡大概有 二十幾條有 因為我常會忘記帶 你是唇來擦 要做這個動作 我覺得我才會有安全感 是 對啊 很奇怪 乾不掉 你這個動作你曉得吧 就跟那個塞的那個 我們那個奶嘴那樣 你已經在這邊有東西 就痛到 所以你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一直在擦護 你其實一直在滿足你的口慾 對 對不對 不過男生呢 還是要多擦臉護唇膏 因為你常常看到 男生的嘴巴裂成面 對啊 裂裂看起來不順 我常常問他是 你最近在哪裡 你是在沙漠回來的 怎麼會乾成這樣 你知道 而且那個 這女生打包 女生會不舒服 會刺刺 那不好 到底有強迫症 我有 你是水制強迫症 就我的浴室一定要超級乾淨 就是浴室的玻璃啊 那個鏡子 然後洗手檯面 地上 所以你有那個刮板對不對 一定要 沒有跟你說 你一定要有刮板 就是你洗完手幹嘛 哪裡有事 你先刮 把它刮乾淨之後 你旁邊都要一直背著一個抹布 然後把它擦乾之後呢 再拿一個箱箱噴它 然後再擦 好棒喔 我們都找不到打掃愛的 你有六路 你有六路好不好 掃完看各家 來掃我們家 我跟你講 我們家很多水智喔 你也很小 過癮喔 我整片 你要來錢 我整片都把它噴濕 讓你放得夠 哇 招待 我非常愛打掃廁所 浴室跟廚房 一定要很乾淨 一定要亮 可是很像 你等一下回去也要問你媽媽 是不是在訓練大小便的時候 她像軍事化的管理 你知道嗎 這個媽媽就是在我們那種 一歲半到三歲的時候 在訓練大小便你知道嗎 如果你軍事化的管理 你長大以後 你很容易有強迫性格 有的就是超級太接近 那你的意思是像 我現在看我兒子 隨便大 不要在意 隨便 那這樣長大小便長大 會不愛乾淨嗎 就是有的會很大額化 很隨性這樣 很隨性 所以怎麼要抓到這中間 還滿重要 要不然一過頭偏頭的 你看 真的打掃阿姨 可是我也有耶 像我開車 我車再髒都可以 對 掌握玻璃 或者我旁邊玻璃 或者照鏡絕不能髒 我也是 我可以很忍受車髒 但是玻璃不能髒 玻璃不能髒 還有後照鏡不能髒 那是安全問題 對...那是安全問題 玻璃都保持很乾淨 玻璃非常乾淨 可是我覺得看得很不爽 看得髒髒 就是亮亮的 然後有一張東西很難 而且還有那個 如果你有一滴雨下 你會嗎 沒有... 我們要累積到一定的 加油站 玻璃怎麼可以累積 我看到就要擦 而且我之前 跟朋友分租房子 我室友是男生 我不懂你們男生上次 我手道有什麼障礙 為什麼馬桶都會髒 就是馬桶上一定會沾到尿汁 有沒有 沾到你們也不差 OK 你自己家裡 心得很乾淨很棒 你逛書店 你把人家書擺正幹什麼 關你什麼事 關什麼事 就跟你說在打掃而已 你是有習慣去打掃 不是 你看這樣 你就是去逛書店 他不都會擺好嗎 然後有人在旁邊看嗎 然後擺一下 忙忙整理一下對不對 我不能忍受那個書這樣 一落...然後有 覺得這樣逛不到 有一門歪掉 我也是耶 不可以歪掉 然後...對 然後有 然後如果就是這個書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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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鎖中康做了什麼事 讓少廷尖叫來廣告後告訴你 一落...然後有 覺得這樣逛不到 有一門歪掉 我也是耶 不可以歪掉 然後...對 然後有 然後如果就是... 這個是... 你不要... 不要... 不要... 水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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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沒有刮板... 差... 不行 沒有刮板 不行了 不行了 好 用腳把它弄掉了 很明明 不行 很明明 少廷 不可以 他今天賺的錢 包括這一點 有... 沒有... 我加的... 加的補兩百 對 那如果一桶水 就是一大塊 就沒關係 不能髒的浴室 永遠不能髒 書店也不能亂 就是你們看完書 一定要放好 就是同樣的書 要放一槍就亂放 這個我有啦 我是... 如果說我們一起在一個 比如說... Kao K 不...KTV啦 或者是在夜店 只要桌上有空瓶子 或者髒 我就會收 對 桌面也不會傷 我是職業傷害 我也會這樣子 然後一個一個開始丟 手 而且一定要壓一下 或者是我看 看到人家的酒杯空了 我就... 倒酒 真酒有沒有 真空 這也是強迫症的那種嗎 職業病 今天現在是進入症狀 收集病人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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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們在一出門 右左邊開放掛號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這個 這個衣�的照片 你看 是 乾淨 OK 這樣很好 這本來正常 這很好啊 好 會摺衣服 是誰啊 淺到水 你看它的顏色 它顏色有分別耶 這個分得有點爛嘛 這個爛透的 什麼強迫症 上一張 老婆好辛苦 不是 你怎麼黑的跟白的 擺在一起呢 我等一下跟你們講 紅色 紅色為什麼 你在愛什麼說 為什麼 你真推 握強迫症還是握強迫症 沒有啊 我知道 一個是錄影穿的 一個是平常 沒有 一個是錄影穿過一次而已 對不對 這邊是錄影只穿過一次的 穿過一次 不要摺 還是會不會到你吊前 沒有...洗完之後再摺 這兩個我搶摺 那洗完之後再摺 你要吊... 比如說你有時候 比如說這一套 你只來錄影只來這裡做 回去的時候 你不可能馬上洗的話 你這一套就吊在這裡 不行 然後就一直往前吊 不行 你這往前... 第二套就是我前天 前天錄影穿的這一套 不行 我可以搭配 不能搭配 靈子會越來越旺 那個T恤也沒關係 不行啦 你現在看到那個 病患是房體 他們在做 對 我們要先這樣 我們要先交流 我們一定要好起來 我們一定要好起來 好起來 你這個禮拜好不好 你要學美國 好嗎 先站起來 我是NONO 我有強迫症 站起來分享 所以我們要共同大家一起 共同這個表演 一起鼓勵 對 而且你知道嗎 我是那種會就是... 我是睡得很少 但是我睡得很深 我可能十二點 我十二點半一定要睡 一定就會睡著 急什麼 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撐過 十二點四十分耶 真的假的 我從十二點... 我十二點半的時候 我十二點的時候 我就開始昏睡了 然後我就現在客廳 然後就先昏 睡了以後 到十二點半起來 到房間就繼續睡 躺下去之後 不用五秒鐘我就睡著了 但是我可以睡到 都不會失眠耶 不會...我完全不會失眠 然後睡到七點鐘 比較簡單的就不太會失眠 不會... 藝人還講 如果能夠掌握 晚上十一點到早上六點睡好覺 這還是要給他按個讚 那我是睡到... 不是 我那一天... 強迫症病情會惡化 對 我那天好不容易 我那天好不容易就是... 可能是變成生病嘛 我大概十一點多去睡 我今天這樣起來精神很好 很好 差很多 而且你會吃完早餐之後 你就會做很多事情 你做完的時候 踩球點 對 怎麼會覺得以前都睡到十一點 十二點 然後起來吃完午餐 然後覺得... 踩球點 踩球點 對 那還有什麼 不是啊 還有什麼事情沒做 去著銀行 然後想說買個午餐回來 才十一點 才十一點 怎麼還這麼長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早上早一點起來 覺得可以做好多事情 對... 像我每一天是固定六點十五分 眼睛就會睜開 幹嘛呢 我六點十五分到七點這段時間 就是會在床上很潛眠 到七點鐘的時候 就會正式下床 一下床之後 就開始整理我的衣服 是皇上是不是 還有正式下床就對了 正式下床 就是正式下床 你起來就去整理房間 就開始去整理我的客廳 我的房間 還有我的小衣櫥的鞋子什麼 就開始 你老婆很幸福 這樣弄到... 我可以弄到九點 十點 然後等我老婆起來以後 再去買早餐 然後早餐回來之後呢 夏哥你不錯喔 對啊 我就是我有這個問題 你適合做長工耶 對啊 省一個小時多少 租個房子你租我家隔壁好了 每天早上六點以後我就開門 沒有 天君 不會 我的情況是做自己的 幫我家都自己家沒有關係 你說的啊 那他也在那邊搬回家 對...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要示範 是 蝶衣服 對 我也很愛蝶衣服 您的蝶衣服是非常不一樣的 我也很愛蝶衣服 很愛蝶衣服的 強迫症 你打掃完他家 來我店裡打工 對 要搭到你家 我們幫他租個房子 在我們兩個中線 因為我店裡這個 蝶衣 你很愛蝶 我一天五六百見那個蝶 好不好 那我也很討厭 既然郭彥均這麼愛蝶衣服 我們這就現場 讓他示範看他有多麼偏執 不要嗎 好 我會那個 網路上不是有個什麼 快速蝶衣法嗎 好 揪對角是不是 對啊 怎麼來著 可是我覺得那個不行 可是我覺得那個不行 那個有些材質不適合這樣子拿 對啊 該死我忘記了 是不是 你房間多恐怖 是這裡 現在在變魔術嗎 這什麼 就跟你說他有些衣服 材質不適合你 完了 喂 這也是一種強迫 聽不進去人家裡 你們看別人的衣服會生氣耶 不是 你首先 你衣服你這樣摺 你拿上面的話 它絕對會皺的 你要直接把下面拉平 下面旁邊有線 下面 下面有線 有沒有它這側邊有線 它這都有線 你要把它甩開來 甩開來再把它鋪平 我在家每天都這樣做 然後呢 鋪平完之後 我們肩線在這個地方嘛 那你就要去設定你的衣服 你要放多寬 時間 節目長度有限 你不要這樣弄 你這樣弄 很麻煩 都會被剪掉而已 還在實驗 這樣拉過來有沒有 拉過來它袖子這邊的話 會超過這邊兩個 我們再把它拉回來 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這邊再回來 像我在家的話 都是用放在霧道上面 霧道是什麼 霧道 霧道就暈抖 暈抖 然後擺在那個電視機前面 就這樣子 我每天都這樣疊 那襯衫 襯衫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你要 你不開洗衣店很可惜 你要去愛護 我覺得你要先去愛護你的東西 你才會去開始去珍惜它 所以我覺得這很重要 然後就 一樣啊 這個跟T恤的道理 其實是一模一樣 但是他們這邊領 袖子這邊就是容易皺 所以這邊要特別搬平一點 拉平是不是 拉平一點 然後我在家的那個 毛衣也可以這樣子 像我們毛衣很多 冬天毛衣 沒有... 蛤蟲來了 大概就是這樣 蛤蟲 那七八糟 你比一波 我剛剛我們這樣子 你很... 他那差不多應該要打幾分 我會這麼說 你看 他剛剛動作很職業 我剛剛突然看 不是跟我家有簽合約關係 洗衣店老闆在這邊玩 是 蛇有甩一流 所以他如果用得順的話 搞不好還多另外一項副業 以後真的可以開這種便 真的啊 控制冰淇淋 一個就是那種 櫥窗設計最適合的 摩羯就在第二名 他是摩羯 除了摩羯之外 那就是處女座 他會注意那個整齊度 所以他也非常適合 做櫥窗設計類的 你很多出路嘛 那你就不要幹一人了 對啊 對 最近在找別的出路 真的假的 對... 那如果我現在碰一下頭髮 你會怎樣 生氣無聊 可是小滿 妳這個行為就很惡劣 為什麼 妳去人家家 然後妳要戴口罩 對啊 可是這樣人家會覺得 嫌對方髒 對 妳是嫌對方髒還怎樣 對 因為我很怕那個塵蠻跟那個細菌 在醫療上面 戴口罩是表示妳有病 不是別人有病喔 不行 我是要對外 抵抗外面的病菌 因為我連我自己的家 我就是 戴著口罩 我床頭有一瓶西式的酒精 就是我睡覺之前 我會先噴過床 床 自己的床 自己的床 它就揮發了嘛 然後你洗完澡 你就噴 噴完之後 然後坐在床上之後 把鞋子脫掉 然後噴腳 然後腳再上去 那去妳家的時候 妳會噴 我很少朋友來我家 就萬一去妳會這樣 等一下... 先噴嗎 對 我會跟他講說 妳包包要放那邊 然後妳坐 只能坐這邊 我的床不能坐 然後妳那個東西要擺好 然後譬如說 他的東西亂丟 然後我就會立刻把他併排 那妳會噴他的腳嗎 我不會噴他的腳 但是我會拿拖鞋給他穿 那妳看要整他是不是很容易 他可以生長這麼苗條 一定是忙得很 沒有 我要整他一下 他就開始坐立不安了 希望妳趕快滾 比如說我... 我們到家裡用腳趾頭去 刮他的床 刮他的床 你知道我有一次跟我朋友 一起去住飯店 然後呢 他坐到我的床 然後我就立刻領一層 飯店床 不可侮其 妳也噴過嗎 我沒有帶 所以我就立刻打電話 給那個room service 我說 幫我換床單 然後就把床單 然後人家也沒來 就是我們一般來講 自我意識很強 然後切割領土 這邊是我的 妳就不能來碰了 對 妳來碰妳...我就很不爽 我就請妳滾 對 那妳跟我一樣去 也會收桌子 對 只要去錢館都會啊 隨時保持做命 那妳會再切水果盤 我會把水果如果很亂好 對 妳會帶乾冰出門 那我們那種 如果用掉了那個毛巾一丟 那妳會把它再捲成 又折成四方形 那會帶乾冰在身上嗎 水果盤要嫁乾冰 對 沒有這種東西 哪有會這樣啊 哪有會這樣 來 接下來我們要做個實驗 這個實驗是大家要來一起 共同參與好不好 來 安克斯 這個中古世紀之中呢 有一種鬼啊 它的天生就有毒心術 就是吸血鬼 所以為了佩爾節目 我們今天抓了個吸血鬼塔頭牌 來讓大家玩一下 是 潛意識裡 你有哪些不為人知的強迫症性格呢 是嗎 我們先請大家先看一下 是 五秒之內 在印象中 最想選的是哪一張 如果你有兩個選擇 也沒關係 記下你先後的那兩個選擇是什麼 是 潛意識裡 你有哪些不為人知的強迫症性格呢 康哥選哪一 我選三 選三 然後第二個是四 第二個四 好 我四 選四喔 三 和二 跟我選一樣 討厭死 邵婷 一跟二 一跟二 好 我是二跟一 二跟一 好 那我們先從一的選項來看 如果選擇一這個 全身穿白色的女生 邵婷小曼 究竟潛意識中 你有哪些不為人知的強迫症性格 來看一號牌的答案是 強迫症般的挑剔病 挑剔 完美主義不滿現狀 要知道 吸血鬼吸的時候 常常滿深多的一隻鞋 對 可是你卻穿一個白色的東西 不可以 那代表它是一個愛乾淨的形狀 不要乾淨 對 怕性能噴到自己身上 也不能低到 怕低到它的白色衣服 你冷一冷喔 我慢慢吸 對 無聊 要選擇這個的朋友呢 你有是完美的挑剔病 所以強迫症般的挑剔病 所以看什麼常常都會不順眼 什麼一切都要做得非常好 才讓人家看到 真的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剛剛選擇第二張牌的朋友們 你選擇什麼 還是他們兩個 是 這個兩個人在接吻喔 對 那我們來看二號牌的答案呢 強迫症般的幻想域 性飢渴 但幻想喔 幻想是不顯露於外 而是在內的 他代表 其實性飢渴 偷失的指數 造型是這樣的 造型是這樣的 對啦 你現在是怎樣跟我 很貼切 很貼切 但是我們幫這個選項 給你解釋一下 我剛剛有說 因為它不顯於外嘛 所以它藏於內 因為這張牌叫做The Sound 叫太陽 它基本上是比較 內心是具備肉欲的 所以它渴求度是高的 它未必會讓你看得到 但原則上 悶燒 悶燒 好啦 那我們現在看 第四張牌好了 第四張牌 我們先避開康哥的答案 是 我們要看選擇四張烏龍 好 No哥的牌 那第三張牌的答案是什麼呢 強迫正班的金錢奴 不安全感強烈 所以荷包滿足才是王道 No哥是滿節省的 對 好準 其實在討論牌之中 它代表的錢幣王牌 它是所有牌之中 最會賺錢 最愛錢的一張 那因為這建築魚 它對如果是物質跟現實 不滿足會覺得不安全的一張牌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它的強迫症是集中在金錢上面 所以其他時候都很自由 你第一 它真的滿節省的 他一台車可以開十年 然後才換 而且還換二手的 好難的 對 他就認為說不需要 好男人 你看林寶監禮開十年 好帥 好帥 那我們看最後一張三號 三號 他的強迫症是在哪個部分 康哥的牌 強迫症般的征服育 這張牌是唯一一張 剛剛有見血的一張牌 那吸血鬼見血 它當然就代表非常重要 對他來說吸血鬼的征服 是不是 吸血 吸血不一定為了生存 但是為了證明我的能力 那所以呢啥都愛比啥都要贏 如果能摸的是他感興趣 能插一腳的就去插一腳 但我如果決定參加了 我非得要贏 拜託大家知道我的訊息 大家知道我就是獲勝 所以選擇這個朋友就是 像康哥一樣 強迫症般的征服育 哪是另外一種解讀 就是他喜歡獨一無二 就在這邊獨佔凹 在感情上也是 如果在這張牌事業感情上 他都是有獲勝育 征服育 是 是 所以他們潛在的個性裡 會有一部分大男人 或大女人 如果有女生選擇的話 很準 這樣就是強迫症的 好 來 當然 謝謝 他心裡有底了 真的 滿準的耶 滿準的 好 那 蘇妍妳有一定要完整的一個 對 什麼東西是不是要完整 對 劇 現在很多劇 影集 每劇 韓劇 我只要看了頭 我就一定要全部看完 從頭到尾 不然他幾集 那不是叫強迫症 那叫很閒耶 沒有 沒有 因為我看第一集 看到第三集 我就忘記第一集在播什麼 但是我一定還是要把它看完 然後我還曾經有過 就是租一片DVD 然後它中間好像有 十幾秒卡住 就刮到還是什麼 就是停個 然後過去 然後其實我也忘了 但是我就會再去租一片回來 然後就把那幾秒 直接快轉到那邊 把那幾秒看完 不然會很不舒服 這是強迫症嗎 還是太閒 還是太閒 我就繼續記錄 第七個病人的症狀 他知道有資訊強迫 你看 他忍不完整 他一定要倒帶把它塞滿 塞滿 這應該講是DVD強迫症 只要不干擾他工作就好 就像可能很好命 你講說很閒嘛 要不然我是沒辦法 真的 趕快跳過 看了十分鐘就看結局了 那楊醫師 但你印象最深刻的 強迫症患者個案 它是怎麼樣 其實強迫症真的是 各形各色 我們有時候嚴重的話 真的它會變成就是說 他腦袋會挥之不去 很多的念頭 那個念頭甚至嚴重到妄想 他就一直會覺得說 這個頭好像是歪歪的 怪怪的就不順 他一定的要想辦法 就先是這樣 一直喬... 同學認識出來就喬 然後一邊喬 一邊去找醫生看 從地區醫院 看到區醫院 才看到醫學中心 從北邊看到南邊 每個醫生都跟你說 這樣子不錯了 但是你就看他習慣的動作喬 然後一邊戴帽子 為什麼 因為他會覺得其實他就是 覺得自己威脅 甚至還要去做 希望人家去做開腦手術 把它喬正 好嚴重 那就是很嚴重 強迫症它是一個核心 會有思考跟行為 但是前面真的每一個人的狀態 故事不一樣 有的人就是愛乾淨 那有的人可能就是會需要 常見的就是說 會不會沒有觀景 沒有完美 很多個型個性 那被害妄想症 或者是那種就是 沒有安全感 也算一種強迫症嗎 被害妄想症 其實是精神病的一種 OK 那我們的強迫症 其實現在形形色色 像我們最近大家最在意的 就是說很多 像上網成癮 以毒不回症候群 對 那有用嗎 那個東西現在變成 一大群被列入 可能將來都是在屬於 強迫疾病的相關族群裡面 支線 對 所以像我今天來 我可以不收通告 因為我看到這邊一堆病人 真是太開心了 真的 真的 你拍子了 裡面 對 而且我們那邊不接受健保 對 我們都自費 先講評 健保沒有強迫症方面的 對 現在你個人 健保有強迫症 健保你會看這個節目 這節目很好看 健保有強迫症 健保有強迫症 大家趕快去看病 對 好 但是夫妻兩個都有強迫症 就是不容易 彥均,你老婆就是 他是那種就是會沒有安全感 像我們剛開始講到說 冰箱、水電、瓦斯這些 他就是會有這種 像我每次要出國之前 因為他媽媽 我的就是 岳母家住在桃園 離機場很近 我如果說隔天要飛的話 我前天都會住那邊 是 然後他就是會跟我一起 回到桃園嘛對不對 就我出國那幾天 他會在桃園 剛好 對,然後我覺得說 剛好我們一起回台北 順便來接你就回去 很好啊 但是他往往常常 回來桃園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想說 家裡的冰箱是美觀 怎麼會冰箱 電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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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風箱是沒有關 然後說 還有說總開關是不是沒關 像我們家每天說 總開關 我們家是會關的 我家會關 還有那個 那你冰箱不是 你那都是臭 總電源 不是總開關 是那個冷氣的總開關 有的沒有的 他為了這個事情 在我出國那幾天 他專程跑回到台北的家 去關 關店 但是他回到家 他會傳簡訊說 對 常常會這樣子 然後就在台北住一天 然後隔天再回到桃園去 回到桃園又想 又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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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是不是沒有鎖兩個 因為兩段 對 我們是兩段的 對小偷來講 你鎖一個跟鎖兩個是一樣的 真的 他只要輪打開 他沒有他那一道 那個是防君子 不防小偷 但是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家是有24小時的管理員 是很OK的 沒有問題 好好起來 他會不會想 差管理員 今天出門忘記看管理員 有沒有坐在那裡 對 他會... 其實管理員怎麼又換人 他會這樣 關心這個 他又關心這個 對 太妙了 他有這方面的 生活上的強迫症 不過Model 你剛剛真的講到這一類人的困 他可以一直在鑽 一直鑽 你知道嗎 像你說 拿一個 這個減和量表 門關了沒 冷氣關了沒 電風暖關了沒 這種症狀 如果沒有從核心治療 因為它是一種 我們腦功能 到底腦部哪裡出了問題 讓人有強迫症呢 你剛剛真的講到這一類人的困 他可以一直在鑽 一直鑽 你知道嗎 像你說 拿一個 這個減和量表 門關了沒 冷氣關了沒 電風暖關了沒 這種症狀 如果沒有從核心治療 因為它是一種 我們腦功能 對 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腦的模型 在強迫症現在來講 其實它就是 我們所謂的情緒系統裡面 有一個位子 跟我們的思考系統 額葉 它不平衡 然後這邊就一直 亂放訊號說 沒關 沒關 不乾淨 然後這邊就開始焦慮不安 就叫另外一個機器人 就要動作 就一直在 變成這個三角關係不平衡 所以做治療 就要從這裡 從生理 從心理來做處理 三方 那生理可以治療 強迫症其實 鑽有幾副 我再講一遍 它是可以開腰物 來針對強迫的思考 還有情緒的部分做改善 那常常要搭配 適當的一些心理治療 諮詢 試試可以好的 對 因為我們其實強迫症 是有潛在的焦慮跟憤怒 舉個例子 像其實我們看到很多人 想把它關開 其實它是有潛在 也許譬如說 最常見的就是 對父母親的憤怒 是喔 對 譬如說我們以前有碰過 這種個案 他其實仔細去跟他探索他 為什麼老是會覺得這邊很髒 其實他其實看到他爸媽 就有一種念頭 想要罵髒話回去 不要管我那麼多 因為爸爸媽媽 讓他的感覺就是管很多 又說一套做一套 但是小時候就被教導說 要尊敬神 尊師重道 然後不敢講出去 不敢講出去這時候 那個念頭就像水一樣噴出來 趕快擦掉 不可以給你看到 這種東西就是像我們腦裡面 所謂道德的我 跟慾望的想發洩的我 兩個起衝突不平衡 就會出現強迫症狀 那請問一下楊醫師 有一種就是那種 他一直拿獅子巾 在擦鞋子的那種 應該不算強迫症 我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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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被人家碰到還是怎樣 而且我都會把這個邊緣 都擦得好乾淨 我也會 乾淨好 我沒有辦法看到我的鞋子 對 我們也是 會髒 你沒辦法 你髒成這樣 你沒辦法 你這個不行 你這個還有八 你沒辦法 你這一張要丟掉了 這一張要丟掉了 要這樣 連這個透根 你看這一點就不行 看到我們沒有 好乾淨 那如果我現在過去踩你一下 沒有啦 沒有開玩笑 不會啦 就會一直摸你包包裡面 所有東西 對 要貼它 對 把你消毒水藏起來 不是怕 不行 像有時候上節目 被人家踩到 有 我每次踩到你們都會深呼吸 潛在的憤怒跟不安的 對 所以我們跟人會保持距離 因為我們怕他會突然 就是往後移一步 或是怎樣會踩到我的鞋 對 像有時候 在組織節目 有時候太清楚 對 所以我們一起組織節目都會這樣 對 對 來 歡迎看下一段 對 很怕 很怕 現在聽完今天大家的症狀 您認為 有哪幾位 真的需要看一下門診 我剛剛說一下 為什麼 十個病人一堆 剛才我跟衛生局報備一下 這邊要開診 多多少少都有一點輕微的症狀 對 最重要是不要干擾到你的功能 潔癖沒有關係 適當的讓自己 有一些要求沒有關係 但是最怕 你一直會卡在那些症狀 干擾到你自己跟 像你剛剛講的 你想上班不能上班 然後你想 人家都覺得 會影響到人際關係 人家都不敢到你家裡來 是 這樣子的就是 我應該要看我的指標了 是 所以目前看你們來講 其實都還好 因為你們都發生在自己身上 對 來 安哥哥要告訴我們 十二位星座的下半年 可能會身不由己強迫做些什麼呢 好 那我們觀察的星庭 十二星座 下半年可能會身不由己 被迫做些什麼的 我們分成四組 是... 我們來看第一組 雙子 處女 天蠍 大家發現他們像性不太一樣 風向星座的雙子 土向的處女 跟水向的天蠍子 那我們來看你們會身不由己的 被迫做些什麼事呢 看這一組 被迫和爛桃花 你來為 好可憐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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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一定是一個壞事 但三個有一些不同之處 我們舉例來說雙子座 雙子座是 你不碰桃花 桃花也會來黏你 他 你說我得來 對 還有還用討論嗎 這個爛東西 對 亂付錢 本身就是一堵了 就是他教學 這麼講話都會中槍 對 所以如果這個是你想要的 那當然OK 但有時候萬一你想要的是 很正常的戀愛或是什麼 那雙子座下半年是不宜戀愛的 反過來蘇妍的處女座問題就大了 蘇妍處女座是 我會想出去找 但我找的爛桃花機率大 恭喜 雙子等人來嘛 然後處女座是自己出去找 恭喜 不要出門 躲在這裡看DVD 好 就讓六千幾的一次看好了 六千 七千不要假的 對 看 才從頭看一次 那比如說 一千多集 如果說像小盤的天蠍座 天蠍座則是下半年呢 其實還是把焦點轉移在工作面上 下半年天蠍座啊 如果是已經進入家庭的很好 可是下半年原則上 天蠍照理來講 是不太會有火花 讓你改變 比如說男女朋友結婚啦 結婚生小孩啦 下半年不太會有 天蠍座出現有感情的結果 那你開心啊 好好再加消毒 對 是不是 好好成功爽 對不對 來 接下來 好 我們再來看第二組 射手 摩羯 雙魚 射手 摩羯 雙魚 雙魚 土象的摩羯 摩羯的射手 跟水象的雙魚 他們會被迫做些什麼呢 是 好 到我們家打掃 真的耶 來 被迫加薪 轉直升官 你被迫轉直升官耶 被迫啊 大一定認為 被迫加薪 這是假的 這是好的還不好的 這感覺有陷阱耶 出來四個都是壞的對不對 但偏偏因為這四個 它是屬於真的在下半年的運勢是好的 真的假的 所以原則上 多傑作呢 是適合要有第二職業 好比說現在上通告 或是平常是演員 那在演員之外 可能副業可以開始做打掃 打掃 穿衣服大的人 好啦 我們幫他加薪 加薪 乾洗店 我們就叫他長工掌 對 長工掌 但問題是摩羯的副業 他要跟他的本質相關的 可以啊 也是跟圈內人 對 做圈內的生意一樣 一樣 我幫大家洗衣服好了 你隨意都要 相對射手 像紹婷的運 射手就完全跟摩羯不一樣 射手要做完全不同的事 比如說這兩件事要差異非常大的 很準耶 要非常大的 最近在增兵 墨兵住 我已經退了 墨兵住 已經退了 沒有叫招 可以參加好嗎 選招 不需要 所以反而是如果你有第二個 讓你分心的 就是相同 跟你現在做得很類似的 你不要再去分心 都不一樣的 他都讓你做事情分心 可是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機會 你聽到你要去試試看 那雙魚座是偏財運好 像剛剛前面打到那個摸兩圈 如果你會打麻將 這之類賭博的事情 雙魚的先打麻將也很好 那不要跟雙魚打麻將 不要跟雙魚打麻將 會賭的最怕不會打 那如果是 比如說各位有愛賭的 帶雙魚座的朋友一起去 真的嗎 我們一般常常講 有些朋友有忘財運 你就放他在裡面 不會也沒關係 坐你旁邊都好 那可以站到雙魚座的偏財運 漂亮喔 那我們再看第三集 好 牡羊天秤水瓶 魔像的牡羊 然後風向的天秤跟水瓶座 那他的關鍵字是什麼呢 被迫 發現你的或他的小三 當然他不一定會把他 小心小心 不要再被抓到了 怎麼了 不是啦 聽一下 我們今天要原因在講 當然要下個標 他總要很猛的嘛 對 實際上的狀況是在這三個星座 他會有自己或是他的另一半 桃花很旺的狀況 所以就代表說 無論你是已婚還是未婚 你會有另一半身旁出現蒼蠅 或是不是大體去接近你的另一半 那不只是你另一半 你自己也是如此 因為我說是你的他的小三 可見這一組啊 他反而跟第一組所不同的 他們是下半年的桃花運很旺 桃花運可是對藝人來講 桃花運越好的啊 對... 增加很多的語氣 很多人喜歡你啊對不對 因為你感情不出狀況 根本就不會有小山上身嘛 對啊 那如果凡是這三個星座的啊 我覺得尤其是... 其實尤其是天秤座 天秤座呢下半年確實是有那一種 可能會不小心跨出去 碰一下又回來的跡象 所以天秤座要注意 是 好險喔 那我們來看第四組 金牛獅子巨蟹 還有 康哥的火象獅子 古象金牛座還有水象的巨蟹座 獅子金牛巨蟹 下半年會被迫做什麼事呢 我們馬上回來 來 康哥的火象獅子 古象金牛座還有水象的巨蟹座 我們來看一下關鍵字是什麼 下半年 哇 這三個啊應該歸於戰鬥子 還有啊 舉個例子 比如說康哥的狀況 獅子座啊 獅子座的今年下半年 是眾所皆知的那個工作運超好 實際上2014 本來就是獅子很旺的一年 獅子好...獅子好旺 獅子好旺 在下半年狀況見待 獅子追腳發炎 所有的投資會有回收 照理來講 如果你要追究 比如說在錢財上 跟獅子座有過節的人 是追得到的 到年底的10分追得到的 比如說你會錢財上有9分 然後攤牌 但是問題是說 基本上就是獅子座 基本上是有小人運嘛 所以就會被迫跟小人攤牌 所以你該給我你要給我 那你該還我的要給我 那如果是金牛座巨蟹座 相形的反而比較像是你在上班啦 工作上的同事啊 有出現一些問題 獅子是合作夥伴 金牛巨蟹是同事或下屬 有 對 這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我看我還是多買個DV給我 再來看好了 你也不用再出去 沒什麼再出去 我們大家一起研讀 太好了 下班反應是 是的 好 所以說大家要小心 每一個人的症狀 但是裡面呢 我們還是要恭喜這個 摩羯座的 是的 摩羯射手雙魚 被迫 雖然加班 但是你也加薪 然後轉職升官 好上喔 還有變電視台主管 哪有 哪有 開節目給我們主持 哪有摩羯射 我一定 好 就以上 今天講的常步證 就剛剛那個意思也有講 就是說不影響到別人 不影響到工作 不影響到... 摩羯射剛剛已經有點影響 因為他有點妄想 對 對 就不要影響到所有的人 然後也不要影響自己 生活作息 然後現在是要掛號了嗎 對 盡管有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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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的 大家雖然有點強迫的 但是都往好處 往好的方向去發展 好 不要去影響到別人 那這個稍微大家注意一下 好 先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